我们动起来 为鼓励不同女性族群参与运动 营造女性动态生活 教育部体育署于2015年年底 推出V-MEN动起来 创新女性运动推广行动方案 真的企业职场 新住民与社区女性 规划两大行动方案 企业宣传列车 以及新女性运动补给站 在2015年12月12号 与新店闭坛正式启动 我们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各界 对我们女性同胞的一个重视 也希望鼓励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 能够来参与运动 希望我们的运动 能够带给她的家庭更幸福更美满 V-MEN动起来 共举办18场活动 包含两场启动仪式 与16场系列甲座 其中企业宣传列车 前进到八家企业 包括来的科技公司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高雄汉莱大饭店 可乐旅游 美商英特尔台湾分公司 南亚塑胶 中国端子电业公司 以及合授科技 我们看到很多数据都显示 如果员工有运动的一个习惯 她的幸福指数更高 她的生产力当然更好 新女性运动补给站 这到台湾北中南东 共八个县市 与当地新住民协会 或单位合作办理 提供女性运动参与新知 补充新住民与社区女性 对于运动资讯的缺乏 借此增进该族群的参与议任 姐姐妹妹动起来 整体提升国内女性运动人口参与率 因为过去 教育部体育署当然也推动了 这个全民的运动 以及职场的运动 但今天呢 是特别到我们高雄市来 那最主要就是有提到未来 对于我们的新移民的运动的部分 要更大力的去推动 那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规律运动 带进社区 系列讲座中 除了邀请到运动名人讲座经验分享 与专业运动讲师指导运动方式之外 活动现场还设有健康检测站 备有各种测量器具 包含体脂剂与骨质密度测量仪 为参与活动的女性做骨质密度 体脂及内脏脂肪检测 等共八个测量商务 教育部体育署特别推出 所谓屋门动起来 呼吁所有的人来关心女性朋友们 关心妈妈她们的健康 如果带着母亲去吃饭 那不如带着母亲来运动流汗 主办单位更贴心特制美丽策略地图 让大家可以贴在显眼的地方 除了有各项身体数据参照值之外 更提供各种运动方式形态 随时提醒自己规律运动 根据107年运动程式调查结果显示 台湾规律人口已经提升到33.4% 其中女性规律运动人口比例 虽然已经到达27.9% 但是相较于男性 女性无论在运动参与 规律运动人口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相信在透过105年度 一整年推广之后 已经有更多不同族群的女性 投入运动行列 第一个可以输压嘛 那第二个就可以健身 那每次我有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去慢跑 对 我就觉得把那个 跑步的时候就会把一些压力都放松 对 运动对我来讲 是施压的一些不好的方式 本活动方案共举办18场活动 吸引1443人士参与 不论是企业宣传列车 或是新女性运动补给站 员工和民众都给予相当高的肯定 希望能透过行动方案的推动 带新女性运动风气 让女性朋友们更能享受运动乐趣 姐姐妹妹一起威们动起来 乐宅运动活出健康 感谢观看